历史就像是一个宝库埋藏着无数让人着迷的故事 这些故事有的已经被尘封 但一经挖出就会带给人们别样的感触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7381工程 可以说是一个反映了我国人民无私奉献团结一致 以义务大献功的形式保家卫国的一个典范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 那些无私奉献的人们就是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 不辞辛苦不计酬劳 历史五年完成了这项宏大的7381工程 在20世纪60年代 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偏袒印度 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退了所有专家 终止了一切原建项目的合同 两国关系交恶 随后就中苏未决的边境问题 苏联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 挑起了边境事件4189起 并在1969年3月2日入侵我国珍宝岛 我国军队奋起反击 迫使苏军撤离 但这也意味着 两国之间的战争随时可能打响 珍宝岛事件后 全国在要准备打仗的思想指导下 把人民防空摆到了城市防御体系的重要位置 而处于两国交界的黑龙江 自然成为了可能到来的战争的前线 于是在1973年8月1日 经省委批准 7381工程正式在哈尔滨洞工 该工程主要在于发动群众集中力量 构筑永久半永久性的人员掩蔽工事 激动疏散干道和集团工事 在战时可做防空疏散之用 在和平时期则可以进行商用和民用 为此此项工程还被称为平占结合工程 然而当时我国经济水平低下 生产力严重不足 省财政部只能拿出5000万元投入工程 这对于一个长达十多公里的地下工程来说 十分紧张 不过在建设7381工程之初 受平占结合思想的引导 工程严格按照地铁的标准修建 并派遣工程技术人员 曾多次到北京天津等地进行考察学习 只会 虽然如此 但由于没有大型机械设备 工人们也没有施工经验 只能是一边摸索一边工作 这项巨大的工程完全依靠人力进行挖掘 其难度可想而知 加上此后五年的修建 哈尔滨地区新建地道 376,631平方米 基本形成了地上千家万户 地下万户千家的地道网 如果发生战争 这些工事将成为人民最有力的保障 在工程建造期间 虽然在军事战备方面是机密 但某些国家依然是闻风而动 他们派出间谍想要探究其中的秘密 盗窃施工图纸 但最终这些间谍并未得逞 反而被我国群众发现 由公安人员抓获 当时人民日报对此次事件做出点评 并以此为原型 创作了一本名为 《间谍落网记》的小人书 此后电影《雄记》和《黑三角》 都有提及苏联的这次间谍事件 《七三八一工程》在1979年完工 工程建成10.1公里隧道 按照北京地铁的标准 宽度为7.3米 高度为6米 此工程一共为7层 上两层为商服区 下两层为办公和住务区 底下第四层开始 工程钢混结构裸露出来 四壁置地和洞顶的棱角 开始显现出占地公式的面貌 上面还有毛主席深挖洞广积梁 不称霸的标语 仿佛置身于那冷战时期的岁月 而外面就是纷飞的硝烟 虽然开项工程都是人民建造 大多数工人都没有经验 但工程的质量十分可观 经历30年无声岁月 但各处墙体 拱顶 通道等 依旧坚固如初 在今年评比的地铁质量中 由7381工程改建的地铁 名列前茅 足见该工程的坚固 在地下七层半处 有一个十余平方米的空间 一道铁门挡住了去路 门当中是一个大铁栓 上面有足足五道门锁 作为一项平占结合的工程 7381的一部分被商用 但有关军事的部分依然十分保密 或有人防部门派人专职看守 或有相关单位人员把守 一般情况下市民谢绝参观 据有经历的人士回忆 地下七层是一个巨大的拱形通道 宽大的混凝土拱板高高的扣下 整齐而肃穆的排列 犹如一条浮夕的卧龙 甚至可以容纳两辆重型坦克兵型 在这里有工作人员定期维护 由于不担心堵车 开着吉普从哈工城大学入口 到工大入口 只要十分钟时间 虽然7381工程为战事做准备 但他却有幸没有经历过战争 在和平时期 该工程被用作商业用途 地下商业街每年营业额在30亿元左右 安置就业人员55000人 不过这项伟大的工程是按照地铁标准建设 自然要用作地铁才名副其实 哈尔滨此后也一直为开城市的地铁事业而努力 只不过其中颇多曲折 1995年当时的哈尔滨在面临优先建设松花江北岸 还是优先发展地铁的情况下 最后选择了优先发展松花江北岸 地铁建设因此被搁置 1998年 哈尔滨又成立了地铁办公室 同时向国家发改委申报建设地铁项目 但是这一次哈尔滨的运气不太好 因为这个期间 全国所有的地铁项目全部停止审批 在进入新世纪之后 在哈尔滨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下 终于等在2002年 国家确认哈尔滨符合建设地铁的资格 为此 哈尔滨进行了十年近期规划与十年远期规划 终于在2008年9月28日 哈尔滨地铁一气工程正式开工 2012年12月30日 哈尔滨地铁一号线一气市通车 第一条线路于2013年9月26日开通市运营 至此 哈尔滨终于步入了有地铁的城市时代 如今7381工程已经成为历史中 义务大县工的典范 成为哈尔滨人奋斗团结进取精神的标志物 而由此建设的哈尔滨地铁 则将世代服务于哈尔滨人民 不过在人们享受便利的同时 或许人们真的要感谢当年付出数年艰辛努力的先辈 这些先辈如今大部分都步入老年 有些或者已经去世 但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 艰苦奋斗的信念 绝对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点击关注评论点赞 都能让我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 再次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